新北市政府资讯中心推出的医疗精灵 赢得2014年智慧城市展创新应用奖的智慧医疗奖项 新北市政府整合室内多达462家公司力看诊进度查询的服务 民众不再需要重复下载各家医院的APP 开创了APP公办民用的创新服务模式 医疗精灵主要当然最大的特质当然是看读法 但其中我们也把市立医院的注册这个括号系统也在上面 所以上面也可以查到各项括号的资讯 另外我们也把一些健康的情报跟资讯放在上面 民众也可以随时不是只有生病才可以用医疗精灵 有一些健康的情报也可以来做查询 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情报也可以来在上面查询 另外一个是有VMI的检测 你的体重打进去以后可以马上告诉你VMI值是多少 看看自己是不是最近应该少吃一点多运动一点 那另外有关这个流感疫苗的施打的一些资讯跟情报 也会随时透过这个APP传递给我们的民众 所以我们把它叫精灵不是他只会告诉你看诊号 也希望能够把一些健康的情况能够呈现给使用的 这套系统中新北市率先将直属的新北市势力联合医院整合入APP 能提供预约挂号的功能 并整合入个人的手机型势力中 充分凸显智慧型手机行动资讯应用的效益 我们下期也希望能够再扩生更多的医疗机关能够进来 因为我们目前的确还没有把新北市所有的诊所纳进来 那下一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个规模更大 那另外也就是说我们也来挑战未来有没有可能 是能够来跟台北市也做合作 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一日生活圈里面 新北市有很多民众的确是在台北市看诊 那这一块也许可以做一个合作 让新北跟台北这方面的资讯合作上 有更密切的这个成果